欢迎收看PayPal Webcast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鼓励不同领域的NGO、NPO 能够在PayPal平台上面申请账号 能够透过公民新闻把自己关注的领域 以及值得分享的故事传播出去 而在PayPal平台上 其实目前已经有很多的NPO参与公民新闻 中华民国自闭症总会在去年10月开始 在PayPal平台上面申请了账号 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发表了五篇的公民报道 而他们参与公民新闻 也是透过PayPal的工作人员建雄 亲自到他们的总会替他们上了几堂的课程 今天的Webcast我们就特别到邀请到他们来 跟我们分享参与公民新闻的一些想法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 中华民国自闭症总会的秘书长潘怡玲 大家好我是怡玲 另外就是他们的社工林立军 大家好我是立军 在最后一位是我们PayPal的工作人员建雄 大家好我是建雄 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三位来到现场 那我们想先请教一下怡玲 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认识公民新闻 然后会想参与公民新闻呢 那我们最主要就是在外面去上了课认识的建雄老师 那在那时候上课的时候就觉得很特别就是 建雄老师有特别在教说我们大家要怎么自己拍新闻 怎么当公民记者 那因为总会其实在以前我们办活动的时候 都会邀请记者来帮我们做拍摄 但是记者其实有时候都会常常因为我们议题实在太平淡 或是不够心三色而没有过来 那或者是常常也会遇到一些什么重大的议题 新闻世界 他们就完全不会到达我们的活动现场 那藉由这次也是希望说 我们大家自己工作同仁学习之后 我们就可以一起去这样子自己做拍摄 然后自己把我们的影片可以就是 po在我们的公民的平台上 让大家去浏览跟了解 不过你们也真的很有心 因为其实NGO NPO最常遇到的就是 其实人手有限 然后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那这一次你们是集合了可能总会的一些人员 一起来上建雄老师的公民新闻的课程嘛 对不对 对我们这次集合了蛮多位 我们就是社工伙伴大概就会有四位 那我连我们的会计我都把它拉下来 就一起要跟我们一起就拍摄学习 那也包括我们楼上有两位老师一起 所以我们大概就分为集主 然后就跟着建雄老师他教到我们的步骤 跟课程的部分每一堂我们都有教那种作业 对那教了作业之后 我们就是在自己就是依照建雄老师 他规定的一个步骤 还有缴交我们就是一些相关的做法跟想法 那带入我们的这些影片的当中这样子 看起来真的是大家都全力投入了 那丽君你也参与了整个公民新闻的课程嘛 你自己上过之后 自己觉得有什么收获跟心得吗 其实一开始觉得做影片其实还蛮困难的 感觉他需要很多很多不同的专业 可是在建雄老师帮我们上了这些课以后发现 有希望的是什么这则影片是你报道的吗 那你当初为什么想拍摄这个面向这个议题呢 其实是一开始跟郁文就是我们我的伙伴一起做讨论 然后说我们应该可以呈现一下楼上的心额工坊的部分 那我觉得一开始我们碰到说我们就是做一些架构 那架构做完以后我们觉得说要怎么去录制那个影片 然后我们觉得叫那个素材对我们来说有点困难 对可是后来我们就听老师的就是 诶我们看到什么就先录下来 就照着SDL拍个十秒 对然后我们就收集了两三天 然后后来再逐一把它剪就是剪辑说 诶这一段放在A这段放在B 然后最后剪出这一段影片 因为很多NGONPO的朋友 他们可能刚开始参与公民新闻 他们都会觉得斗志高昂 我们想要透过公民报导来分享 可是最后常常会做不出来 或者是拍了很多的东西 可是没有办法把它聚焦完成一则报导 那这一次你们的同仁 其实大家都非常努力 已经上传了五则报导 那你看到成果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其实还蛮开心的 因为其实一开始就是这样好像要来上课 其实我也很担心大家做不完 因为毕竟大家还有自己的工作 那在平常的工作时间边 要花一点多余的时间来完成这些影片 所以其实看到大家其实都很用心 在制作这些影片 其实我还蛮开心的 对那我自己其实也有在里面 就是跟伙伴们一起完成一部 就是总会的宣导片 那在完成之后我觉得还蛮好的 就是我们刚好也有机会 就是未来我们其实在做宣导 或是做其他一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一起带出去做使用 那未来有计划要拍摄哪些面向吗 因为未来的话 因为我们还会在办画展 那我会希望就是我们在画展的部分 也可以就是将它就是拍摄 然后剪辑起来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就是知道说 我们在办理画展的过程 还有这些孩子就是制化的一个部分 哇真的非常期待你们的报导 因为其实对很多NGO NPO来讲 其实他们的工作人员 人力的负担真的是一大挑战 这也就是为什么 其实他们要参与公民新闻相当的不容易 那Pepo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也特别有设计了辅助的课程 如果说NGO NPO他们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派出我们的王牌指导老师建雄 可能就是亲自到各个NGO NPO 替大家上课 所以这几年来其实建雄 他也参与了很多NGO NPO的训练课程 那想请问一下建雄 你去跟ST那么多NGO NPO上过课 那很多是成功的 但是之后没有报导的也有 你觉得他们参与公民新闻 能够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次的一个教学经验 特别到自闭症总会跟大家分享 是一个蛮特殊的经验 那当然过去我去其他的单位分享 常会发现我们教完之后 也没有特别一些实作的一个经验 所以相对的大家就之后就忘记了 甚至因为没有实作呢 就没有想再拿起摄影机拍的勇气 所以这次在跟自闭症总会这边 沟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们课程分三堂 第一堂先教大家怎么去认识公民新闻 那以及一些简单的拍摄 那第二堂就以他们本身 每天在做的一些日庭事务 然后呢藉由分享或藉由访问的方式 来让大家知道他们做哪些事情 然后我甚至安排一组去拍 像广告的分镜 把他们自己的一些东西 藉由宣传的方式来处理 结果第三堂课是剪接 来完成 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二三的步骤呢 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然后相对的作品也在有限的时间下 大家赶出来 然后大家做完之后发觉 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然后甚至会有很多成就感 那我觉得这次会比较像成功的因素是因为 我觉得包含秘书长 然后所有人一起共同 有这个概念跟想法 那其实很多NGO MPO都因为会觉得说 这样的东西比较像是公关啊 或是其他人处理就好 那我觉得未来如果以NGO MPO 人数在不超过一百人以上的情况下 每一个人都应该大概有这样的概念 然后大家可以在遇到一些活动的时候呢 一起互相来拍摄 然后从当中互相学习 甚至大家彼此资源 相对的情况下呢 大家就可以做出一些影片 那机会的成功就更高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每个人就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影片 来宣传自己的活动 那曝光度就更高 哇真的是很棒哦 因为尤词得知 公民新闻要在NGO MPO推动要能够成功 其实大家要有共同的信念 大家共同参与 彼此互相支持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都交给一个人去做的话 可能他也会觉得压力很大 拍不出来这样子 那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到我们Webcast的节目现场 也非常期待继续能够看到你们在PayPal平台上面 分享来自自闭人总会的相关报导哦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来到我们Webcast的现场 也希望他们的公民新闻运作经验 能够给有兴趣的NGO MPO作为参考 谢谢大家Webcast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